那麼因為現在的台中的BRT的藍線 沒有獨立式的專用路權 缺乏絕對優先耗製風行權 而且行控中心也無法與車輛跟車站 進行三方的一個通話 跟整個系統性的管理 所以根本就不是真正的BRT 新市府上任後第一件事 就是處理BRT這項烫手山芋 經過體檢小組三個月的評估研究 沿逆出四大方案 最後決定才將BRT與公車 共同使用優先耗製 變成優化公車專用道 所以我決定綜合體檢小組所提的 第三還有第四方案 那麼來呢 形成一個具有可行性的 優化的公車專用道 那麼至於已經簽約的22億元 我們會協助就是做好 這個損害的控管 也不會讓這一筆錢白花掉 例如車站將在驗收並改善後 繼續以公車後車站來使用 另外為了讓海鮮民眾也能享有 應有的大眾運輸福利 交通局也決定恢復原本被取消的 500多部式公車 只不過BRT原先的優點在於 快速不塞車 現在變成公車專用道後 還要負擔兩倍之多的公車量 能不能維持元速度 又待考驗 因為很多在慢車道上的公車 它是要轉彎的 它可能在溫馨路就轉彎 可能在中民路就轉彎 可能在公寓路就轉彎 那這一些公車是沒有要進到 優化公車專用道裡頭來 而只是把跟現有BRT 藍線高度重疊的這些公車的路線 弄進來 所以它就不會有轉彎的問題 所以BRT車道 接下來的優化公車專用道 不會有塞車的問題 BRT改成優化公車專用道 預計7月份上路 原本站外收費方式 也將改成車上加裝驗票機收費 BRT未來也將與公車結合 改為雙結巴士 半距從原本的5分鐘 縮短為2分半 BRT大變革 能否成功改善台灣大道的交通狀況 有待時間考驗 九軍台中採訪報導